上律師事務所的一般人而言 多半是痛苦經驗 眼前這位律師 讓委託人有不同的求助感受 客家人來到這裡會講客家話 我真的奉為貴賓 我不但不收費 不收談話費啊 我絕對不收 真的要付費 那你幫我訂一份客家雜誌 日中推廣客家文化 客家鄉親部收費 陳世山還擔任客家雜誌的發行人 小小出版社 一個人得當三個人用 辦這個雜誌 一個客家雜誌 一定要用八個字 廣結善言 樂觀奮鬥 憑著篤定信念 雜誌發行量一個月維持七八千份 是鄉親的回饋 為了傳承 陳世山每年舉辦客家校令營 今年已經十九屆 連颱風天都沒嚇跑學員 我們只有給他炒息喔 沒有熱水澡 洗冷水 我們有兩百多位學員 甘之如意 手捧心愛的客家文化 陳律師不怕麻煩 他說能為鄉親付出 也是一種幸福 告超逗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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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超逗你勒